各位观众朋友们好,我是咪妹,欢迎来到我的频道,这是一个讲述社会各类故事的频道,如果你喜欢咪妹的故事,请伸出你发财的小手帮忙点点订阅,您的支持是咪妹更新的无限动力。 好了,接下来请欣赏今天的精彩故事。 第一次见到我季妹那天,她一脸人畜无害地拉着我的手喊姐姐,而她在哄骗我捐了骨髓后,却处处给我挖坑,还鼓动爸爸再次将我丢回姑姑家,而我不哭也不闹,我只是慢条思理地整理型,立准备回乡下,因为我知道她的病并没好转,反而恶化了,是季母拿错了化验单,这次我要看着她自食恶果。 我三岁那年,父母离异,爸妈因为离婚闹得不愉快,谁也不肯要我,爸爸便直接将我丢给乡下的姑姑抚养,她则去了大城市发展,开始两年爸爸还给姑姑邮寄抚养费,后面直接不闻不问了,姑姑姑父结婚多年没有孩子,对我极好,他们疼我爱我,将我放在心肩肩上,供我上学教我做人。 虽然姑姑姑负工资不高,但我们日子过得却很温馨快乐,然而一场车祸却打碎了这份美好,姑姑因一场车祸导致瘫痪,家里失去了经济来源,家庭的重担一下,落在姑姑一个女人身上。 就在这时,我那个消失了15年的父亲回来了,你姑姑他们现在生活很艰难,没办法照顾你了,你收拾收拾东西今天跟我回去。 他掐着烟站在我面前,一如印象中那么冷那么严肃,哪怕我们15年不见,他对我这个亲生女儿,依旧没有任何笑容。 虽然我不愿意回去,但还是答应了,因为姑父需要一笔钱,去做康复训练。 在爸爸给了姑姑十万后,我跟他回了城里,15年缺失的那份亲情,让我和他疏离又陌生,于是我便在车里昏沉沉地睡了过去。 毕竟,总好过我俩相对无言的尴尬。 傍晚的时候,我们到了爸爸所在的城市,爸爸的房子在一个高档小区,是一个300多坪的独栋别墅。 今天是我的接风宴,爷爷奶奶书败亲戚都来了,而我刚走进去,一个穿着白色方领法式,小裙,面带羞涩的女孩迎了上来。 姐姐,你好,我是赵雅儿,来的路上爸爸简单跟我说了下他现在的婚姻状况。 当年他和我妈离婚后,没多久与继母结婚,并生下了一个女儿,这个女儿便是眼前的女孩,赵雅儿。 此刻他那双黑溜溜的眼睛,看着我,那么纯粹,很难让人不喜欢,他乖巧懂事的样子,深得爸爸的喜欢。 雅儿,你身子不好别站太久,走,快去沙发坐着。 赵雅儿立马,挽住爸爸的手,撒娇道,爸爸,我是得了白血病,但又不是什么都不能做了,你把我想得太娇气了。 爸爸宠溺地捏了捏赵雅儿的鼻子,我笑容一收,冷眼看着父女两人父慈子笑。 姐姐赶了一天的路累了吧,快进来吧,察觉到我的目光,赵雅儿不紧不慢地松开爸爸,当着众人的面就要去接我的行李,可不知赵雅儿怎么了。 忽然一个猎气,摔趴在我脚下来了个狗啃屎,那样子狼狈急了,赵雅儿哭了,当着所有亲戚的面,眼泪一颗颗地掉了下来。 爸,爸爸当即狠狠瞪了我一眼,赵暖你干什么,刚进门就欺负你妹妹,说完,爸爸将地上的赵雅儿搀扶起来,而后猛地将我推嗓进了房间,哎哟,瞧瞧,果然跟她那个妈妈一样是个十二斤,一进门就欺负妹妹,在村里待久了,没素质,不奇怪,顿时,所有亲戚都对我冷嘲热讽。 就这样我刚踏进这个门,就成了众矢之地,我没有解释,只是跟着他们一起走进客厅,因为这个小插曲,所有亲戚对我印象都不好,也不怎么和我说话,我一个人坐在沙发上,他们则围着赵雅儿聊东聊西,不一会儿赵雅儿则跑过来,抓着我的手满脸歉疚,姐姐,刚刚是我不小心滑倒才让爸误会你了,对不起啊,姐姐你别生气, 咱爸也是担心我,小姑娘一口一个姐姐,真是把乖巧懂事演绎得淋漓尽致,现在反而我什么都不能说了,我要是在责怪她,就显得我更不懂事了。 此时,我也只能吃下这个哑巴亏,但,也发现了,我这个妓妹,似乎并不像她长得这么人处无害,简直就是绿茶本茶,看来接下来的日子怕是不得安宁了。 吃饭时,所有亲戚围绕在一桌,赵雅儿挨着爸爸,而我这个接风宴的主角,被安排坐在了毫无存在感的角落里,赵雅儿有白血病,身体弱,所有亲戚都特别照顾她,什么好吃的都先紧着她,尤其爷爷奶奶,江虾,鸡腿,全往她碗里夹,而我碗里空空如也。 这么多年,我与她们很少联系,自然也不会奢求她们有多疼爱我,我只是闷头吃饭,然后静静地看着她们与赵雅儿其乐融融。 阿暖,你妹妹病了五六年,身体比较弱,以后你这个当姐姐的要多多照顾她啊。 饭吃到一半时,爸爸抓着赵雅的手语,重心长地对我说,我抬眼看了看窝在爸爸怀里,冲我咧嘴笑的赵雅儿。 目光移回爸爸身上,爸,您就我们两个女儿,妹妹身体差,我不照顾谁照顾,您放心,我不仅要照顾妹妹,以后家里的事就由我担着,能不让您操心就不让您操心,我面上故作乖巧懂事。 其实,我在暗戳戳提醒爸爸,赵雅儿得的是白血病,医生下了病微通知书,如果找不到合适的骨髓,她就只有一年活头了,那么以后她只有我这个女儿了,爸爸自然也懂这一点。 他当即将赵雅儿松开,将赵雅儿面前的虾犬都端到了我面前,阿暖大了,懂事了,我记得你爱吃虾,多吃点。 爸爸这次对我说话温柔了一些,谢谢爸,我勾唇一笑,低头夹起虾来吃,果然,在这个家里,我想吃什么还得自己争取,不然,怕是饿死了也没人管,有了爸爸做表率,自然爷爷奶奶也对我亲热不少,给我夹菜的夹菜,拉着我聊天的聊天,刚刚还众心捧月的赵雅儿,顿时无人问津了,我余光瞥了过去,赵雅儿脸色难过, 看得仿佛要吃了我,我装作什么都没看到,继续跟爷爷奶奶书百闲聊,这小孩一进门就故意假摔响,挑拨我和爸爸的关系,想看我被冷落,呵,太天真。 这顿饭,赵雅儿没吃几口便不吃了,她说她没什么胃口,我看得出来,她纯属被弃的,因为所有亲戚都围着我转,她被冷落了,估计受不了吧,我懒得拆穿,也懒得跟她再生计较,我也能理解她这种吃毒食的心理,大概就是觉得我会抢她爸爸吧, 其实我从未想过同她争什么,以后只要她不过分,我都会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我只是想平静地生活,上完大学,然后参加工作,尽快帮助姑姑姑父改善生活,仅此而已。 饭后,赵雅儿很热情地带我参观房子,在亲戚眼里,她再次成为了乖巧懂事又听话的小姑娘,上了二楼,没了那些亲戚盯着,我这个好妹妹当即笑容脸了起来,她靠在墙壁上,下巴戳了戳几个房间的方向,很敷衍地说了下,哪个是爸爸的房间,哪个是他的房间,然后这所谓参观就直接结束了, 然后,她带我回了给我安排的房间,姐姐,这是爸给你准备的洗漱用品,因为不知道你的喜好,爸便按照我的习惯给你买了一份。 赵雅儿忽然又笑盈盈地对我说,她这是在跟我介绍洗漱用品吗?不是,她是在告诉我,你看,爸对我的喜好了如指掌,而对你却不闻不问,同样是女儿,我才是她的宝贝,而你爹不疼娘不爱, 我淡漠地瞥了一眼面前的洗漱用品,一点都不嫉妒,是吗?谢谢,似乎我的冷淡反应没有达到她期望,照雅儿眼底闪过一丝的失落,她眉眼微动,随手从里面拿出一支绿色管体,然后主动给我挤到了牙刷上并递给了我一杯水。 姐姐,这是爸从国外给我买的牙膏,味道特别好,你试试,我一言伸手,当牙膏递到鼻子下时,我却闻到了一股呛人的辣味,这是牙膏,怎么感觉有点不对劲? 我余光劈到一旁的照雅儿,发现她正看着我诡异的偷笑,这牙膏肯定有问题,妹妹,我突然抬头看她,照雅儿似乎吓了一跳,盲脸了笑容,啊,怎,怎么了姐姐? 呜,我不习惯,还是你用吧,她一张嘴,我直接将带着绿色膏体的牙刷塞进她嘴里,然后,还不忘在她嘴里故意刷了两下,下一秒,她脸直接绿了,然后不知怎么的眼泪就滴滴答答地掉出来了,看她那表情,感觉这绿色膏体应该是类似辣椒或者芥末一样的东西,呛人又上头,这滋味应该挺不好受, 照雅儿一边往外吐口水,一边试图找水漱口,妹妹,你怎么了?我故作慌乱地一把将她抓住,然后生怕别人听不到一样,提高了分贝,你,你,你这是怎么了?你说话啊,你怎么了?很快,爸爸他们快速推门走了进来,然后看到照雅儿伸着舌头,眼泪直流的样子,吓了一跳,一把将我推开,将照雅儿护在怀上, 雅儿,你怎么了?水,水,赵雅儿似乎已经被蜡猛了,张着嘴就像是一跳哈巴狗一样,看着爸爸话都说不清楚了,爸爸赶忙拿了一瓶矿泉水递给她,赵雅儿快速冲到洗漱台漱口,而这时,爸爸问都没问我什么情况,反手就给了我一巴掌,赵卵,你对你妹妹做了什么? 他第一声脆响,我直接翻倒在地,我耳边嗡嗡作响,心里也跟着一啾啾的痛,爸爸的偏心真的是显而易见,他问都不问是怎么回事,就直接认定是我的错, 说实话,我心里是恼的,但我没表现出来,因为我知道如果这个时候跟爸爸闹,那就是着了赵雅儿的道了,爸爸肯定会越来越厌弃我,那我在这个家的日子就更不好过了, 于是我故作耸包地站在原地,爸,是妹妹挤了牙膏让我试试味道,我说我又不习惯,让她先试试,谁,谁知道这是怎么了,她直接呛得眼泪直流,爸爸听了先试一愣,随后问我,什么牙膏,这个,刚刚趁着赵雅儿不注意,我偷偷将绿色管体保存起来,此时直接递给了爸爸,爸爸一看脸直接黑了, 因为这不是牙膏,这是国外的一种用魔鬼胶做的蜡根,魔鬼胶的蜡度是一百万斯科维尔左右,是吉尼斯认证目前认证世界上最辣的蜡胶,我在乡下没见过这种蜡根很正常,但赵雅儿怎么会不知道,爸爸应该是猜到怎么回事了,转头看向一旁的赵雅儿,声音直接冷了几个度,雅儿,这是怎么回事,你给你姐姐挤蜡根干什么,我, 我,我,赵雅儿一看爸爸生气了,舌头打结了,我估计这小姑娘做梦都没想到,她想故意整我,最后却惹了一身骚吧,顿时,所有亲戚都看着赵雅儿,那表情很耐人寻味,谁都没想到,平日里乖巧懂事可可爱爱的小姑娘 居然被地里这么坏,故意拿蜡根当牙膏,雅儿,你是不是拿错了,继母见情况不好,赶忙上前打圆场,赵雅儿连忙点头,吧,我只是想着姐姐在村里,肯定没用过进口的牙膏,想着分享给她好东西,没想到拿错了,赵雅儿此时嘴被蜡得红肿无比, 说着说着,委屈地哭了,她挺有表演天分的,就连我都差点信了,我余光偏向爸爸,她果然心软了,不忍再呵斥,于是我,伸手拉住她的手道,吧,雅儿也不是故意的,她可能也不认识这上面的字,我看她看了好几眼,才把东西给我的,装绿茶谁不会了,我直接戳穿了赵雅儿的谎话,她就是故意的,话音一落, 爸爸看着赵雅儿的光又冷了几分,四目相对,赵雅儿面对爸爸的审视,脸色难看极了,我啊,是一个人,若犯我,我逼犯人的性格,算计我,还想全身而退,这梦,该醒了,这次我看看我这位好妓妹要怎么解释,所有亲戚都在,爸爸脸上无光,她没当场发作,但还是恶狠狠地瞪了一眼赵雅儿, 赵雅儿大概是第一次被凶,吓了一跳,都忘记哭了,她看看我,又看看在场的所有人,小脸上红得厉害,就在我以为,完胜这场没有硝烟的战争的时候,赵雅儿忽然眼睛一闭,人直接倒了下去,顿时所有人惊住,继母第一个冲了过去,抱住赵雅儿,雅儿,雅儿, 你怎么了,无论怎么叫,赵雅儿都没有反应,这下所有人都乱了,此时此刻谁也没心思去计较谁对谁错,谁又是不是故意的了,雅儿这丫头免疫力低,肯定是被辣椒辣得受不住了,快,快送医院,爷爷说了一句,爸爸直接甩开我的手,抱起赵雅儿就往外跑, 所有亲戚也开车跟去了医院,我则被扔在了别墅,站在陌生的房子里,我心里默默的,我与赵雅儿的战争,究竟是赢了还是输了呢,好像,我比输了还要惨,我一个人收拾了餐桌,洗漱完,然后一个人躺在床上,望着外面的月亮,我想姑姑了,我忍不住给姑姑打去了电话,姑姑,我刚开口,电话那端姑姑声音变沙哑了, 哎,听着姑姑温柔的声音,我瞬间泪流满面,我想你了,我想回家,阿暖,姑姑哭得更厉害了,我知道她也想我,她也舍不得我,这15年她早就把我当作亲生女儿了,只不过生活很残酷,她一个人没那么多精力照顾我和姑父两个人,我听她哭的话都说不出来,连忙转移了话题,等我有时间回去看你好不好, 好,姑姑终于说了一个字,这通电话姑姑跟我说了很多很多,大多数是嘱咐我要听话要懂事,爸爸这些年不容易,不能惹爸爸不高兴,也别跟继母对着干,要帮助他们照顾继妹,我没将我与赵雅儿的事告诉姑姑,免得她担心, 我只是一一应下,好,挂了电话,我再也忍不住了,嚎啕大哭,姑姑你知道吗,我感觉这个家我容不进去,爸妈离婚后,他们再婚各自有了新的家庭,我就变成了多余的那一个了,他们谁都嫌弃我,谁都不肯领我回他们新的家庭,我成了没人要的小孩,真相我早就知道, 但亲身经历身份的尴尬时,我还是忍不住的委屈,委屈化成泪水,打湿了诊睛,我哭累了便睡着了,赵雅儿自从去了医院便再也没有回来,她的病情恶化了,医生再次下了病危通知书,如果找不到合适的骨髓,她怕是连三个月的活头都没有了,全家人都做了骨髓匹配,我也不例外,我被爸爸拉去抽了血做了匹配, 一个星期后,我刚起床打开门,原本应该在医院的赵雅儿,却站在我面前,还不等我缓过神,下一秒她直接跪在了我面前,你这是干什么,我错愕地看着赵雅儿,姐姐,赵雅儿就像是溺水的人看到最后一根稻草,死死抓住我的裤腿,眼里含着泪水,姐姐求你救救我,我不想死,我又不是医生,怎么救她,下意识就要开口, 但却猛然间想到一种可能,我心里不由一阵,莫非,我的骨髓和她匹配,我的猜测还未落地,继母和爸爸便从楼下走了过来,继母也扑通一下跪在我面前,哭哭啼啼地求我,阿暖,血检报告出来了,你和雅儿的骨髓匹配,阿姨求你了,救救你妹妹吧, 果然,我和赵雅儿的骨髓匹配,说实话,我与赵雅儿虽然有血缘关系,但并不轻,甚至我刚来时,就被她算计,心里多少是不情愿捐骨髓的,毕竟,我听说,捐骨髓就算打了麻药还是疼的,我怕疼,似乎是察觉了我的犹豫,赵雅儿直接给了自己一巴掌,她的一声脆响, 我都猛了,雅儿,爸爸也是狠狠一阵,心疼不已地看着她,你这是干什么,爸,是我对不起姐姐的,那天是我故意用蜡根整骨姐姐的,照雅儿说着,抬头看着我,懊悔就差血在脸上了,姐姐,对不起我错了,我不该捉弄你,我,我只是害怕你跟我抢爸爸,我害怕失去爸爸,所以,所以才会干那么愚蠢的事, 想把你气走,你要是生气,你骂我,你打我,赵雅儿说着,拉过我的手就往脸上呼,我及时将手抽了回来,她便直接自己照着自己的脸啪啪给了几巴掌,一边打一边哭着求我,姐姐,我刚十五,我不想死,求你救救我好不好,几巴掌下去,赵雅儿的脸红肿不堪,爸爸心疼坏了,上去一把抓住赵雅儿的手,雅儿 够了,别打了,你姐不会因为这点小事跟你计较,我这个当事人都没说原谅不原谅,她就直接替我原谅了,然后将她从地上搀扶起来,赵雅儿梨花带雨地窝在爸爸的怀里,见我不松口,小心翼翼道,姐姐,你能救救我吗? 一时间,爸爸,继母目光都落在我脸上,尤其是继母,她死死地盯着我,再等我回答,我现在如果拒绝,怕是就成了没同情心铁石心肠的罪人了吧 我,怕疼,那点疼可以忍受的,爸爸似乎有些不耐烦了,却温柔地给赵雅儿擦眼泪,她也不问我意见了,直接拍板道,就这么定了 周一,我们去医院跟医生确定骨髓捐献程序和你妹妹的移植手术 爸,我,我还没答应,然而几个字没说出口,爸爸便冷声打断 我,只要你捐了骨髓,我会安排你姑父来咱们这边做康复训练 我一下将所有拒绝的话咽了下去,姑父这些年对我比爸爸还好 医生说来大城市做康复训练,有50%的几率,可以下地走路 虽然只有50%,但我愿意赌,抽我骨髓,就能换姑父下床的50% 我毫不犹豫地答应了,我甚至恨不得立马去医院把骨髓捐了 于是道,好,就按照爸说的,周一去医院,赵雅儿顿时喜极而泣 经过系列检查,我和赵雅儿的骨髓匹配度很高很高 没多久医院安排了抽骨髓与骨髓移植手术 手术室外,赵雅儿抓着我的手红灼眼道 姐姐,谢谢你,我默不作声 说实话,我的初衷并不是为了她 这天爷爷奶奶叔叔婶婶全来了 他们所有人围着赵雅儿,鼓励她不要怕 勇敢一点,手术一点都不疼 我依旧无人问津 我自己坐在一边,害怕地握紧手机 小护士见我紧张,给了我一颗糖 小姑娘别怕,等一下如果疼你就说 我们会给你加住麻药的,谢谢 我点点头,抢几出一抹笑 我抬头看着对面病床上被众人围着的赵雅儿 心里忍不住羡慕,同时也忍不住疑惑 为什么同样是爸的孩子,待遇差距会这么大呢 很快,我被护士推进了手术室 而赵雅儿是被爸爸以及所有亲戚一同送进了手术室 我对麻药耐受,抽骨髓还是很疼的 疼得我冷汗直流,不知道怎么下的手术台 术后,医生给我加了止疼泵 那种疼还是让人脸色发白 我一个人躺在医院里 我想爸应该是守在赵雅儿的身边吧 甚至连我的午饭都忘记送了 还是护士见我可怜 给我买了一份水饺 我才没饿肚子 等爸赶过来时 我正吃最后一个水饺 你这爸爸怎么当的 光管小的,不要大的了 他抽了骨髓这两天也需要人照顾 你连饭都不给他送吗 护士姐姐看不下去 忍不住说了爸爸几句 爸爸看着我吞了最后一个饺子 眼里终于有了那一丢丢的歉意 他点了烟 坐在我身边 声音难得的温柔 爸以后不会忘记了 我眼睛发酸 点点头 我不是没有情绪 只是我很清楚 这个时候不能闹情绪 不然会把他对我的这点歉疚 直接做没了 我故作懂事的点点头 爸 没事的 我可以照顾自己 然而比我需要人照顾 你照顾他就好 不用担心我 嗯 听我这么说 他整个人轻松了一些 似乎看我也顺眼了不少 他第一次对我笑 这笑很好看 我心里却不觉得温暖 虽然爸对我不算好 但他还是兑现了之前的承诺 我捐了骨髓 姑父被安排来了 城里做了康复训练 接下来的一年 赵雅儿一直在医院 做排异与康复治疗 他出院那天 我高考成绩也下来了 因为小时候家里穷 我上学比别人晚两年 所以现在才高考 我查了成绩 看着上面的字愣了下 见我这表情 照雅儿以为我没考好 笑着拍拍我肩膀 姐姐 没考好 也是 你之前在村里 教育水平不行情有可原 咱们复读明年再接再历 继母文言也笑兮兮的附和 对 考不好没事 以后努力 爸爸健壮吸了一口烟 陈生问我 考了多少分 我不知道 我敏唇 他趴第一下将打火机摔 在查机上 你不知道 别人分数都查出来了 你不知道 赵暖 你撒谎打个草稿行吗 拿来我看看 他刷第一下起身 将我手机抢了过去 照雅儿见状 忙走到爸的面前 给他顺着气 乖巧又懂事 爸 你别生气 我姐考杂了就考杂了 大不了上个大专备 也不丢人 此考生考试成绩进入全省前50名 具体情况请于27日查询 爸爸看着手机念出屏幕上的小字 眼睛顿时睁大 全省前50名 赵雅儿一愣 脸上笑容直接没了 阿暖 你考尽了全是前50 爸爸难以置信地看着我 爸爸平日里不是在公司 就是去医院看赵雅儿 除了给我订个饭 吃其他根本不关心我 所以他不知道 我成绩一直都是班里第一 也不奇怪 我把之前所有的成绩排名给他看 爸爸这才相信 然后他笑得合不拢嘴 而赵雅儿和继母 却明显有点皮笑肉不笑的样子 表情怪怪的 十几天后 我的成绩被公布出来 我是全是第二 爸爸第一次作为家长 被要求上台演讲 下台后 爸爸就被老师和一群家长围绕着 问东问西 你家孩子平时都是怎么学习的啊 能不能传授给我点啊 我还有个闺女明年也高考 她平日也不怎么学习的 回家就帮他妈 做家务 爸爸说完 不知道为什么突然看了我一眼 瞧瞧 人家不怎么学习 我家这个就差按在课本里了 也没能考几分 果然天才跟笨蛋是有区别的 回来的路上 爸爸看着我的手 突然说 以后别洗碗了 家里请阿姨就行 我 对于爸爸态度对我得转变 我并没有任何感动与开心 甚至心里发冷 因为他对我的好 完全是因为我给他带来了那种被众星拱月的虚荣感 那天 吃饭时 我第一次坐在了他的右边 以后 你搬到那个房间去 那里有独立卫生间 还有书桌 方便你学习 爸爸当着赵雅儿与继母的面宣布 然后又看了一眼继母 冷脸道 你好端端把阿姨辞了干嘛 明天再请的阿姨 以后刷碗扫地这种事 别让赵暖做了 继母尴尬一笑 我这不寻思着节流开支吗 节流开支 还是单纯想刁难我 我觉得后者居多一些吧 我不戳破 只是道 爸没事 我皮糙肉后当锻炼了 爸爸听了 对我更温柔了一些 对面的赵雅儿脸色有些难看 但很快这么难看散去 他抬起头水汪汪地看着我 又恢复了纯真与美好的样子 姐姐 你成绩这么好 以后也教教我好不好 你的确需要跟你姐姐学学 这次考试数学考18分 物理考5分 你这是成功避开了所有正确答案了 也不知道你这鱼目疙瘩随了谁 我还没开口回答 爸爸披头盖脸对赵雅儿说了一通 语气里满是嫌弃 赵雅儿死死咬着唇 眼里泪汪汪的 继母赶忙错开话题 行了行了 别这么凶 雅儿以前不是生病学习没跟上吗 以后她会努力的 努力 就你这么惯她 她努力才怪 爸爸哼了一声 眼里尽是不满 继母被顶得哑口无言 我坐在旁边默不作 不参与他们之间的口角之争 接下来一段日子 爸爸对我明显关心了许多 他会买我爱吃的菜 给我添置衣服 我面上表现得开心 但心里却并没有任何高兴 因为我很清楚他是什么心理 他对我好 全是因为我满足了他的虚荣心罢了 爸爸对我好 我以为赵雅儿会再次做妖 然而出乎我意料 他没有 我只能说他挺能忍 因为我能明显发觉 他妒忌倒眼珠子都红了 却迟迟没有任何小动作 事出反常必有妖 那么骄纵的一个小姑娘 怎么会突然收了他的小性子呢 我不信 赵雅儿不出招 我也不主动招惹 不过我并没有放松戒备 这天爸爸陪继母去逛街 赵雅儿陪同 我则一个人留在家里 电话响了 是医院打来的 你好 是赵雅儿家属吗 对 你好 我们医院发现 赵雅儿上次复查的病历 您拿错了 需要您带着赵雅儿本人 立刻到医院就医 怎么了 是化验单出错了吗 我不解的问 赵雅儿在骨髓移植后 白血病再次复发 而且这次很严重 如果不及时接受治疗 恐怕存活期超不过半年 半年 听到这个消息 我镇住了 虽然我不喜欢赵雅儿 但人命关天 还不至于在这种事情上 故意隐瞒 于是我便拨通了爸爸电话 有事 爸 我刚要将赵雅儿的病情 告诉爸爸 便看到赵雅儿推门进来了 都说病人最好不要知道 自己的病情 不然情绪崩溃不利于治疗 爸 等你回来再说 我说了句便挂断了电话 然后看着赵雅儿一脸疑惑 你不是陪爸和阿姨逛街 怎么自己回来了 他们呢 哦 我累了就提前回来了 赵雅儿笑盈盈地回了一句 然后坐在了沙发上 开始摆弄手机 也不知道她看到了什么 她两眼放光 随后抬头看到我正在看她 笑容有一瞬地发僵 姐姐 爸给咱们一人买了一套新衣服 而且是姐妹装 一起试试 她低头从包装袋里 拿出一件衣服递到我面前 虽然这几个月赵雅儿没作妖 但我们关系还真没好到穿姐妹装的这种地步 你是吧 我该做晚饭了 会弄脏新衣服的 我委婉拒绝 见我不去试 赵雅儿心急如焚 哎呀 姐姐 你就是试吗 事实不合适咱们好退换不是 赵雅儿说着 拎着大号一点的裙子 就将我推向一楼的衣帽间 衣帽间的位置在最北面 虽然有两扇大窗户 但还是比较暗 爸爸和继母很少用这个衣帽间 后来就成了储藏间 里面堆的都是一些日常杂物 赵雅儿却让我去这里换衣服 我隐隐觉得有些古怪 但看到赵雅儿满脸哀求的眼神 还是答应了 我要看看她究竟在玩什么花样 枝牙一声 门开了一条缝 在门打开那一瞬间 房间里原本细微的声音忽然戛然而止 好像那声音从来没发出过一样 但是 我还是听到了 感觉里面有古怪 我站在原地没着急进去 顺着门缝 我往里面望了过去 因为是傍晚 屋子又背光 里面有些黑 但我还是隐约看到 在窗帘下有一双男士运动鞋 有人 而且是个男人 姐姐 你先进去试试 一会儿我再试 赵雅儿说着 抬手就要将我推进去 好在我早就有防备 直接一个闪身躲过 赵雅儿扑了个空 身子猛地往前倾 然后就这样哐当一下 摔进了衣帽间 紧接着一个黑影迅速冲了出来 拽着赵雅儿的腿就往黑暗里拖 我大惊 啊 不 不要 房间内转来赵雅儿的哭喊声 还不等我反应过来 更巧的是爸爸和继母走了进来 赵暖 你妹妹怎么了 爸爸一进门便听到声响 脸色很不好的朝着我跑了过来 我迅速连去眼神中的震惊 装作吓坏了 快速向后退了两步 爸 有 有人 爸爸一听还以为进了小偷 抄起东西就直接踹门而入 筐地一下 门被打开 灯光撕破黑暗 一个黑影 从后窗直接跳了出去 然后静止跑了 而地上的赵雅儿 衣服被撕开 满脸泪水狼狈的像是一条狗 看他这模样 我没有任何同情 心里只有两个字 活该 这一刻 我终于明白 他今天为什么执意要让我试衣服了 他早就安排了人 等我一进去就扑上来 如果不是我警惕 那么现在被人扒开衣服 躺在地上的人就是我 如果是我这样 衣衫不整的被爸爸撞到 会是什么下场呢 我估计他会直接给我扣一顶行为不检点 甘眼男人撕混的帽子 我听姑姑说 当年我爸就是一口咬定妈妈跟别人有不正当关系 所以他恨透了我妈 恨透了行为不检点的女人 他怕是会直接跟我断绝妇女关系 将我赶回姑姑家 想到这 我心里一片寒沉 赵雅儿为了赶走我 可真是良苦用心啊 雅儿 这时爸爸见状也顾不上追人了 直接脱了衣服盖在赵雅儿的身上 然后他转头 一脸黑沉的看向我 冷冷质问 这怎么回事 家里怎么有个男人 我 我也不知道 我回过神 结结巴巴将赵雅儿回来 让我试衣服的事情原原本本说了一遍 然后 然后不知怎么的 里面就突然出现了一个男人 爸爸越听脸越黑 他低头看向赵雅儿 眼神中猛了一层冰 衣服 我什么时候给你们买姐妹装了 我也看向赵雅儿 我要看看他怎么解释 赵雅儿与我四目相对 脸色一片惨白 他知道 我怀疑他了 但他倒是不蠢 他眉眼微动 直接将难题推给了继母 妈 你不是说这衣服是爸爸给我们买的吗 怎么 怎么爸爸不知道 继母先是愣了下 然后赶忙打圆场 哎呀 我 我这不是买了衣服 想让你爸做好人吗 这才告诉你是你爸给你俩买的 是吗 爸爸看着继母 将信将疑 而我 半个字都不信 可不就是这样 继母不敢指示爸爸的目光 直接错开话题分散火力 现在不是讨论这个的时候 先看看雅儿怎么样了 再想想家里怎么会进来男人 难不成是小偷 对 肯定是小偷 我进来时 我正好看到他在拿东西 然后他忽然扑了过来 赵雅儿也跟着附和 哭得抽抽搭搭的 赵雅儿一哭 爸爸也不再说什么了 他转身就要上楼 这件事就这么过去了 我装作害怕的追了上去 对爸爸说 爸 家里净贼了 咱们还是报警吧 一是可以看看家里少了什么 二来 咱也不能让小偷逍遥法外啊 我哪里是报警抓小偷 我是报警让警察把赵雅儿做的那些勾当查出来 果不其然 一听我要报警赵雅儿脸色煞白 也不等爸爸反应 我直接拿起手机报了警 我能明显看到 赵雅儿脸没了血色 他慌乱地向继母投去求助的目光 继母赶忙拉着爸爸道 老赵 咱们还是别报警了吧 不然咱雅儿被欺负的样子 还不被所有人都知道了啊 这是做贼心虚 不敢报警 呵 我自然不能让他得逞 于是道 阿姨 妹妹只是被人撕了衣服 也没发生什么 有什么怕被人知道的 继母被我顶得哑口无言 此刻赵雅儿慌乱极了 她哭着说 姐姐 你知道我只是被撕了衣服 别人又不知道 谁知道别人传来传去 会传成什么样子啊 我倒无所谓 主要咱爸也跟着丢人 行了 打电话让警察别来了 一会我让人安监控 然后把后穿安上铁丝网 我还想说什么 爸爸直接打断了 不得不说 赵雅儿真的很会拿捏人心 经过我妈那件事 爸爸最怕被别人戳几两股了 她不想丢人 于是选择了稀释宁人 爸爸这么说 赵雅儿当时就松了一口气 看她这表情 我的手狠狠钻紧 小暖 你刚才打电话要跟我说什么 爸爸忽然问我 我刚才要跟爸爸说 赵雅儿白血病复发了 但经历了今晚这事 我算是明白了 赵雅儿为了赶走我 简直是枉死了整我 既然她不仁 就别怪我不义了 我对她病情的事只字不提 只是道 哦 没事 我就是想问问你 和阿姨什么时候回来 经过这件事 赵雅儿老实了几天 大概她是怕我察觉她的心思吧 我也不着急收拾她 我就慢慢熬 坐等她自食恶果 一个月后 赵雅儿在家里吃早餐 忽然鼻子滴滴答答的直流血 雅儿 你怎么流鼻血了 继母健壮忙递给她几张纸 赵雅儿一边擦 一边道 可能上火了 没 没 说着说着 她眼睛一闭 人直接滑到桌子下面去了 顿时 所有人都乱了 只有我看着地上的赵雅儿 嘴角勾起一抹不易发现的笑 终于 某人的报应来了 爸爸 继母慌乱地将赵雅儿送进了医院 医生 我女儿怎么了 爸爸紧张地看着医生 医生看着化验单 脸色很不好 应该是白血病复发了 白血病复发 听到这几个字 爸爸满脸震惊 现在从她的血相 以及她的病变程度来看 这次她是急性白血病 而且 而且你们要有心理准备 她这次病情来势汹汹 如果不抓紧治疗 恐怕连三个月都活不了 爸爸一听 脸色煞白 这时 赵雅儿醒过来 被继母搀扶过来 正好听到这番话 直接倒在地上 她平日里高高在上的小脸 现在惨白惨白的 没有一点血色 估计是无法接受这个事实吧 医生 你要救我 你要救我 我不想死 我不想死 赵雅儿从地上爬起来 激动地抓住医生 医生见她这样子 一边安抚她 一边道 你别着急 我们会尽力的 你这种情况 我们已经联系国外血液科专家一起会诊了 她给我们的建议是二次移植 虽然二次移植不如第一次治愈率高 但有治愈率 放化疗只会拖垮你的身体 二次移植 听到这个词 赵雅儿转头看向我 而后 她一把鼻涕一把泪地抓住我的手 就像第一次一样求我 姐姐 你得救救我 你得救救我啊 你 你再捐一次骨髓给我好不好 反正也不是很疼 救 我笑了 她怎么说出口的呢 她之前那么算计我 现在居然来求我救她 我冷冰冰一把将她手指一根根掰开 不可能 姐 姐姐 赵雅儿惊住 愣愣地看着我 我也冷眼看着她丝毫不为所动 见我不肯 赵雅儿转而向爸爸求助 阿暖 爸爸刚开口 我就一口拒绝了 我不可能救她 为什么 她是你妹妹啊 爸爸很不解地瞪着我 为什么 你问她 那天她让我试裙子时 为什么会有个男人在那里 我冷冷看着赵雅儿 你不会真以为我没看出来 那个男人你是故意为我安排的吧 真相被戳穿 赵雅儿脸色白了清 清了白 她哭着抓着我的手 狡辩 姐姐 我没有 我真没有 你误会了 我也不知道那里怎么会有个男人 如果我知道肯定不会让你进去 在场所有人都忍不住心疼 就连爸爸 都觉得我是一心病 赵暖 你不要胡思乱想 你妹妹在胡闹 她也不可能做这种事 我该说爸爸偏心呢 还是该说她揣着明白装糊涂 她这么聪明的一个人 会看不出来那天赵雅儿 就是故意找人算计我吗 她看出来了 她只是不想拆穿 因为她恨我母亲背叛她 所以也恨身上留着母亲血的我 然后心里那赶秤 永远在偏袒赵雅儿 她可真是我的好爸爸 我可不是胡思乱想 我是有证据的 我直接将赵雅儿 偷偷放那个男人进别墅的监控 晾在他们面前 整个办公室都安静下来 我冷眼看着他们 一个个脸色煞白 然后一个个白口莫辩 爸爸倒是第一个回过神 他见识时摆在眼前 直接给了赵雅儿一巴掌 你这混账东西 你怎么可以这么对你姐姐 赵雅儿被打滴翻倒在地 头破血流 她顾不上疼 爬到我脚边 姐 姐姐我错了 我错了 别叫我姐姐 我妈只生了我一个 我没有妹妹 我一脚将她踢开 然后头也不回地离开了 她现在走到这个地步 是她咎由自取 从医院出来 我便从这个家搬出去了 这个家 我再也不想回 我换了手机号 坚决不给赵雅儿 再给我打电话求救的机会 对于爸爸 我从来没期待过 他对我有多好 但他的所作所为 彻底伤透了我 所以连他我也不再联系 阿暖 你爸今天来找我了 晚上 小小的出租房里 我正准备着入学的行李 姑姑小心翼翼地提起爸爸 我一脸平静 哦 他说 他想你回去 我不说话 我姑姑明明纯 继续道 你爸说 赵雅儿病情恶化 活不了多久了 他是来让我捐骨髓的 我冷冷开口 不是 你爸说 赵雅儿病情恶化快死了 是他作恶多端 就由自取 你不愿意捐骨髓就不捐 他尊重你 他就是想让你回去看看他 他救你这么一个女儿了 听到爸爸这么明事里 我笑了 他这是想清楚了呢 还是认清局势了 他应该是看我坚决不捐骨髓 赵雅儿没救了 才想起来不能得罪我 毕竟他老了还要依靠我吧 他真是 想多了 他没养过我 又凭什么值得我养他 姑姑 以后不提这些人了 我有你们就够了 我养了心思 加了一块肉放到姑姑碗里 我的家在这里 我要孝敬的人也在这里 其他人 与我无关 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